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股东人生 我STARS,让我们欢迎林志龙,龙哥好 Hello大家好,我是志龙哥 那今天呢,大涨了300多点 但是好像只有涨台电而已 涨台电,涨鸿海,涨联发科 那其他中小型个务好像涨幅比较没有那么大 那这后续应该怎么看呢 这边就先请大家帮我按单顾约加上留言 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的脚步 对,我们待会帮大家追踪一下 另外请大家帮我把这两个群组给加入 那我的月光宝盒已经更新在这个群组首页了 那请大家这边加入群组去看看到底是哪一档 那另外呢,我的个人频道也请大家先把它扫描QR Code订阅起来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把地面数呢,充到1000以上 那这边呢,就是请大家去留意一下这是影片的上架时间 因为你来问呢,大家回答上礼拜 好像都没有问题 对,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 对,可能大家最近赚钱都赚得非常开心 对,基本上只要有资金流入了基本上都会涨 不管它是黑猫还是白猫就全部先上涨再说 但是看到这里呢,其实我是有点点害怕的 我怎么说 对,就是我觉得好像有点过乐 我那天,我这次这礼拜去剪头发嘛 是 对,这个听到旁边都在聊股票 这个我觉得是在跟我打暗号 我会有点害怕 但是我们过去跟大家聊到 其实不用预设那一场 因为什么时候会反转 没有人会知道 那我们预计说可能会有个震荡或是回荡 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预计 然后去改变了我们的节奏 我们会做的是什么 我们会做的是做好我们的部位控管 然后保持着不要过度追加节奏 如果因为我们预计会有个回荡 那说没有做什么其他动作 那可能就是这波可能就被嘎到 所以行情到底会不会回荡 我们都觉得回荡几率真的很大 但是时间点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抓摸 但是我们就是请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部位控管 保持一个风险意识 为什么会这么跟大家聊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周报 其实大家要担心说会不会错过这个涨势 就是大家感觉说万一一路涨一路涨 被嘎到空手该怎么办 所以大家要疯狂进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恐惧贪婪指数 已经多日维持在这个极度贪婪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从2月下旬 21号左右之后就维持在极度贪婪 蛮久的 那已经维持了半个月 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过热 但是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聊到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去就是那么说行情就绝对会跌个1000点还是跌个2000点 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但是我会保持着不要过度追价节奏 那就好像我们在前几天其实都跟大家要到AI AI我觉得可以先不用去追价 因为主流已经开始在异位了 那第二季呢 我会往这边去做布局 包括车用啊 绿呢 然后是隐形的产业冠军 像顶基 顶基今天又创了一个新高又大涨8% 所以中小型个股有很多大部分都是呈现一个回档 那顶基这边还有创了新高 所以接下来我会倾向往这个方向去做布局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聊到这CNCN的贪婪指数呢 其实已经在这半个月之久 我觉得看到这个我心里是蛮恐怖 对然后去剪头发又听到旁边有人在聊股票 对那我觉得我觉得我们礼拜三再问一下CNN好了 好 对我觉得CNN的魔咒比这些剪头发喝咖啡的 哇他有这么可怕啊 对比这个还可怕 所以我们礼拜三直播之后再好好问问他一下 没问题 那我们目前就觉得这个恐慌 恐慌贪婪指数呢 是 来到这边那其实我还是会提高警觉一下 而且如果你有仔细仔细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个美股虽然是又创新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七大巨头 在上周五只剩下三家还在创新高 对那这个会让我觉得只剩三家 那或是只有在涨AI 这感觉是挺虚的 那会影响到我们台股吗 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台股 就是今天有蛮多档AI是开高走低的 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聊到 就只有台电 台电 一只鸡的五零 涨五五八 是 好这边就要考一下妹妹了 啊又要考数学 不会吧 怎么每次都考数学 我们看看有没有进步啊 不会进步 台电 台电涨涨一块 是 大概我们抓八点就好了 好 今天涨三十六块 八点是多少 呃两百多 好两百多少 呃这太难了啦 没关系可以让你拿一下计算机 哦好好好 我赶快算一下 好那你要算的比我快 哈你会那个吗 288 诶诶诶真的吗 你算一下看对不对 诶对诶 哇龙哥你好厉害哦 你会行算 那我们再考一下这个 是是 今天涨了369 对 288 算多少 81 诶 诶 诶诶 诶计算机我还可以按住 369减288 81 81对 好 ok好 嗯 哈哈 好 那我们再扣一下 红海好了 红海今天涨了4% 对 蛮多的 连8颗 今天涨了4% 所以涨市呢 就像美股一样 大部分呢 其中在少数的个股 对 那其他个股 比如说 技嘉 今天回档 嗯 好像没有很厉害 是 那这个台湾店 今天也是呈现回档 那股王 股王呢今天也是回档 也是下跌三发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我还是会保持着我先前跟大家聊到 是 这里呢就请大家 呃 AI 个股 我觉得你可以等待一个 一个贪一点是量所增长来回没有破地 嗯 这里不用急着去追价 那就像呃 松红 松红今天还是呃 维持着一个 股价 股价 我觉得很厉害 那其实这个也很符合我们先前一再跟大家强调 只有从没有到有嗯 这边股价呢才特别的有爆巴力 没错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红二人组呢 是 我们从去年三月到现在从一百多块一路到这边呃 五百五百八已经涨了三应该有两三倍有了 那我们中间这边是不断的加嘛 所以特别说这边如果你抱不住的话 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聊到嘛 就是越写股票后面会越喷 那你如果想在这边做价差 我跟你讲你在这边通常都没有部位了 所以在这里呢呃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过程虽然说蛮呃煎煎煎熬的 但是我觉得呃 这个结果是好的 嗯 所以我们不但买了我们不在有投机款 还可以买个金马桶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从没有到有这个六八五顶级 今天也是涨八八也是创高 是 那这里盘整的过程中 我觉得都是大家的很好布局点 那顶记我们是什么时候跟大家聊到 在这边 在这边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一份的百花齐放资料 那这种歌大概是等待压回收 这边喷出去这种歌没有接着去追 我大概是在这边 9月26号压回收进场就买进 那来到这边 也是有将近80几%的报酬 也是快翻倍 那顶记这种歌还报酬 为什么呢 因为这特定人还没下车 特定人还没下车 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急着跑 所以就是看看特定人什么时候下车 那这个我觉得CB是一个很棒的资讯 那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其实我们过去帮大家抓到的腰骨 大部分都是跟CB有点关系的 双红啊 或是顶基 或是八关 八关也是跟可转载 有一点点关系的 所以几乎大部分跟大家聊到的都是有发行这个债券的 所以大家在接下来也可以去留意这几个方向 那另外这边我们来去追踪一下美债殖率 美债殖率这边呢 有上周有稍微做就回到 但是我觉得这个形态 当然是维持在一个很强势的 所以美债殖率我觉得仍然是要密切去观察 那我们刚刚聊到我们不用去预测的立场 那这个拐点或是转折点 会在什么时候 我就可以留意一下报尔 报尔那边的这个货币政策看法 还有周五的飞农机会报告 我觉得这很重要 报尔那边上昂预期说应该是维持着偏鹰派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或许会没有太大新奇的东西 比较要留意的是周五的飞农 那如果说这边飞浓又炸锅的话 那让这美赛值率往上走 那我觉得行情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压力战 所以现在请大家记得的是呢 这里呢千万不要出了什么意外 或是有什么转折 不然的话我觉得这里 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过度追加 那这里我们不用去预测那理想 就是drop你不会碰完 短线你可以跑 就是你要强短可以跑快一点 但是如果你要重仓的话 我觉得这里不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谈点 所以跟大家去做个分享 那再来就是这个加盈指数 加盈指数就是拜这个台电鸿海研发科所示 如果拿掉这三个的话 我猜大概就是在平盘附近去做游走 那我认为这回档机率真的是大增了 对就是请大家不要去追踪 关于过大 那这种目前会布局 就是刚刚聊到一些防御性个股 比如说车用比如说预能 或者是一些产业隐形关系 这边就跟大家简单做个分享 那就是刚刚聊到双红 3月21到现在4月26也满是 那现在当时是469总可以也没有更新到图党 目前已经500多了 那再来这个投机款这个我觉得这边这个可以讲非常久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是去年是第一个跟大家聊到AI Server的3月20号 因为3月20号还没有人可以聊到这一块 大部分都是在聊什么 聊那时候聊什么 聊军工是不是 或是政策概念 软体 那聊到军工我觉得 接下来我可能也会去留意一下军工 因为520我觉得 这两岸可能不会太和平 至少是一个题材 那我们会看一下资金有没有开始流露 那这个AI Server 我们其实在今年1月的时候也替大家可以开始找怀点了 因为AI的好日子要来了 但是现在我觉得就请大家不要追价 因为跑的慢的请大家记得要关灯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聊到 其实大部分今天都收了一个黑K 你看到美股大厂要进场去做追价 结果不好意思就是收了一个黑K棒 所以这里我觉得AI我觉得目前短期上我不太想去追 我会等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个量缩 这样大家会不要破地 我现在比较想去找一些隐形的产业冠军 比如说点击 那点击我们买在107.5 9月26我们看到人号9月26 那这边我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众哥也是人不是神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有做错的时候 那我觉得做错没什么 就是看错行情我觉得没什么 就是你把你的出场点或是停顺点 你把他抓好 你千万不要说看错了 然后就让你的本金受到太大的伤害 我觉得这个受伤了 你下次要把他撞坏 我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擦伤 那擦伤我觉得下次要撞坏 还是一件蛮简单的事情 所以看对看错 我觉得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如何调整 那看到这个顶界扣心 我们请导播放大一下 其实蛮多人会说 你忘记为什么要卖呢 报的就好了 205现在300多块 也是这边是可以在涨50% 是 那我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是 因为当时我觉得 忘记其实已经走弱了 我们这边来追踪一下好了 好 就是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不管是 不管是谁 我觉得看对看错 或是卖飞了 这都是常有的事情 但是你能不能让自己 长期下来保持着一致性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那一致性就是 不管行情怎么去变化 你保持一致性 那你就不会受到大伤 那你有机会去逮到一个大波段的 那这当时9月26是在什么时候 9月26号大概在这里 那当时我觉得这边已经稍微破线了 然后呢 这边我看到一个更好的机会 就是举像2368的这个金像店好了 金像店这边 这边也有破线 但是我出场点还没有来 那我也没有看到更好的机会 所以我就会先去抱着 那另外我们刚刚有聊到 马太一店的把说 AI的好日子要来 所以我这边 有人选择先出场 不耐久盘先出场 那这种哥是还抱着 那这一天呢 封关前我们就有先做个 做个调节 所以这个跳功 其实这种哥是没有专到 但是这个跳功没有专到 这种哥就祝福他嘛 有时候我们卖飞人 就是祝福还在车上的朋友 因为有天别人 会来祝福你 所以回过头来 再看一下这个旺西 我们如果卖在200多块 205926就在这里 那其实他后来就有跌到183了 那这段的整理期间 我觉得顶级的机会会比他好 所以这段我是没有再考虑 那因为我们不觉得顶级 那后来这段就跟这种哥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大概少赚了5-60%左右 那少赚5-60% 我们这边顶级把它赚回来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因为就当时我觉得顶级的爆发力 想象空间会比旺西还要大 因为顶级是从没有到有的 对我们子页那边不是塑胶了 妹妹那边是塑胶吗 不是 那个未来这个TPU会全面取代塑胶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想象空间 对 所以这边就是跟大家去做个分享一下 而且这边还有做到价差 这边做到价差就是 在这一段时候在封关前我们有先做获利调节 封关后呢 我有再把它买回来 那其实我们这些都有在群主呢 跟大家到就是群主我在群主跟大家到就是 我会先做个获利调节收回现金 那收回现金不代表我看外 而是我想让自己在过年期间保持一个弹性 所以我们过年后呢 这边也蛮幸运的 有赚到一个价差 那顺利的把它买回来 所以现在呢 你要去留意一下 涨高了请你不要去追 那其实我们都过去跟大家聊过非常多事 那价格就会往这个方向呢 去做布局 那到底还有哪些个股市从没有到有呢 这边就请大家密切的留意 好吗 我觉得不管万八还是万九 我觉得或是甚至未来两万 甚至涨到三万其实都没有关系 那总是会有人开始冒出头 会有一个产业从没有到有 那这个一定是会有的 只是差点差在说 你有没有发现 发现美的眼睛 所以台股从来不缺机会 那下一档从没有到有个股 就请大家好好的跟上我们 大家记得一定要加入我的群组 扫描我个个人频道的QR Code 对那我们就明天见哦 谢谢 我们谢谢龙哥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吗 快点加入龙哥的like 还有telegram 另外啊 一定要赶快订阅龙哥的频道 我们帮他一起冲破一千人哦 股东人生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